我们现在练太极拳 当然招式慢慢慢慢把它学完 但是重要的 你自己在练的时候 是要一动一动的练 不要去走套路 练完了套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从一开始骑士一练 接下来你就会把套路走完了 你吃了第一根 你就呼噜呼噜呼噜 就把后面的都吃完了 不会去一口一口的品尝了 但是太极拳是一个很很很复杂的很复杂的很细致的拳 你必须要一动一动去挺一动一动去剪面 否则你一趟练完 像我父亲以前参加找学会他们那个练法 一上去一个早上练很多 从24开始练了 前面什么气功 然后24 37 42 然后我们现在来练 练36 我们现在来练84 64 现在来练1080 一个早上把这个几道拳 太极拳全部练一遍 来了还不够 练剑 练刀 没有用的 但你把套路练完了最大的副作用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你没有耐心去细品 你没有耐心的 那实际上是要细品 所以我常常讲嘛 你们从起势到单边 你只要从起势到单边 能够把每一动都练对 后面就很快了 后面就很快了 这样不懂 那你要检查什么呢 你要检查什么呢 看你要练 要练什么 比方讲我们现在练松 比方讲现在练 用松的 不断的松的方式来走 来走全 动作是由松出来的 是不是 你就从松 你就去练 你就从从这个站 站好了 然后收入上面顶下面层 臀部放松了 腿放松了 腰放松了 腰放松了 都放松了以后 放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一放 你看 一放 这个沉下来也是不断的收 因为我在这边站着的时候 我拉起来了以后 拉起来以后 你们可以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紧的 这边是拉 这边是拉起来的 是不是这样子 很多地方是被拉起来的 所以当你要走的时候 我要我要往下落 落的时候 这些地方 开始 沉 你看 开始 然后就是不断的沉 不断的沉 不断的沉 然后重心 不断的沉 肌肉推起来的 还是用关节推 推起来的 啊 用关节推起来的 你甚至可以去练习什么 我是用脚底 脚底推 推 推起来的 啊 然后 起来了以后 再落 再落 我从哪先落 从胯 从臀 从大腿 啊 然后到腰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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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感觉那个落 感觉那个落 落落落落落 落 然后跟你的重心 重心的调配 如果落你的重心 一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手 手不会起来 所以你要 你要重心去稍微 去找一下 重心在哪里 我这个手会自动飘 自动飘 啊 不能太前 不能太太后 懂得吗 我不用手拿 我就是松落 可是在一个角度上面 我继续的松落 我的后背 我的胯 我的继续松落 这个手 起来 当这个手起来 你们会发现这个手 是往外伸 伸展 那就是太前面伸展的方式 要不懂 你做到这样子起来 这个肩关节 手关节 这个手 它自然往外伸展 构成就会有一个力量上来 它 你伸展了就是把筋拉起来了 哦 那个黏结力就起来了 可是你 你 你如果是这样子 我如果是这样子 看起来也很慢 很很很油啊 是不是 可是不对 因为我这边没松掉 虽然看 看起来 这就是看起来松 假装松 模仿松 实际没有松 对 这个搞成习惯了以后 你永远松 永远没办法松掉 因为你以为你松了 懂得吗 你会以为你松了 对 哦 所以你要去很仔细的去检查 哦 这开有开的感感觉 嗯 关节开有关节开的感觉 那个感觉出来了 那个感觉会放 感觉到骨头那边开 手臂要掉 对 掉了一样 啊 手手松了感觉是什么 啊 到这边 握起来 然后 怎么回回来 我这个手要怎么回回来 你不能这样回来 我 我这样回来 看起来也很松啊 也很柔啊 可是不对 我在用手 对 就是这样子 不行 你要去 重心稍微调 调整一下 我还是松 箭队还是往下沉 重心稍微回来一下 沉 你看 肩肘 重心回来 肩肘再一沉 腰发一沉 手就回回来了 要不懂 好 到这边了 左揽却尾 左揽却尾 怎么借松 松 松成座 啊 我从这个地方 我松哪边 我松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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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往这走 我松这边 是往这走 哎 我要它往哪走 它第一个松 第一个松 在这里了 你要去感觉 我的第一个松 在哪边 第一个松 它的自然的转动 是在哪 松 这个松 第一个转动 第一个转动 你看 我松掉以后 关节自然的转动 是在这边 只能到这边 看不懂 我的第一个松 第一个自然松 身体的自然转动 是在这边 一偏 在这里 你在这边 多走一点都不行 那就是力量 你多走一点就是力量 懂得吗 就是放 放掉 松掉 它到这边 就好了 就不要动了 这是 这是 第一个力 接下来呢 接下来怎么办 我再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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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松在这边 只能到这边 看不懂 所以我这个第二个松 腿 腿是不是可以不要动呢 啊 这个 你看 啊 然后呢 再松 你看 我再松 啊 这个力量 就直到这边 看不懂 每一个松 你的肢体 只会自然的 转到一个 它最自然的一个角 角度去 然后要往前去了 怎么办 腰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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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 一个动作是由好几个松 去组成的 而不是去 看起来也是松嘛 对 可是不对了 里面有操控啊 对 对 对 里面有操控啊 对 对 所以你去看 所有的太体拳比赛 全都是 全都是这样子 对 全都是操控 全都是这样子的 只是做的很优美 做的很慢 对 可是 还是力量啊 对 另外有一种 看起来 外行人看起来很猛爆 其实他真的全松了 也是有这种风险 对啊 对不对 松是 不是外行人看的那个样子 这样你不懂 这只有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练 啊 我的身体 这样松 它是到 它到哪边 直到这边 啊 这样松 它到哪边 直到这边 这样松又在哪边 直到 这里 这样不懂 我松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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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到哪边 我松腰 它到哪边 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去找 啊 所以不要求多 不要求多 当然你有时候啊 我要记一下套路 不要忘了 你当然走 当然走一遍没关系 那你怎么走 随便 随便 你是在记套套路吗 啊 可是真正练要这样 你说我现在我不是练松的 我练张力 是不是 啊 我练张力的 我是练 我练张力 可以啊 那你就要去练练这个啊 我练张力 你要去检查 当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每一个地方 是不是有张开 懂得吗 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关节都要张开 是不是一个浑原的一个整体的那个张张张力 可以 再操控这个动力 再操控这个动力 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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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啊 你说我不是我只练当 也可以啊 你就只练当 你就自己动力不要多就到起事到单单单单边 你就 我就只练当 我今天这个我就只练这个 我只练这个就动 我只练这个就动 可以 要不懂 一动一动这样去搞 啊 好 你们今天要练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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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不要求多 不要一开始一打拳 就从起事到结结结结束 那味道 好